我们的自定义导航栏呢 在H5中实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微信小程序中 长什么样子 我们先给它运行起来 我们运行到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里面 微信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导航栏是有问题的 是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嘛 在我们的导航栏中 我们上面是有一个状态栏的 而我们在实现H5中的时候呢 我们忽略了一个状态栏的一个高度 所以它的高度会整体的向上偏移状态栏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一个状态栏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下 我们把状态栏的高度 我们给它做一个站位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现呢 回到我们的Neobar我们的组件里面 我们需要呢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Neobar Fixed下面 我们去生命一个元素 我们的元素呢 我们给它一个style style呢它一个高度 高度呢我们暂时给它一个20px 现在是没有变化的 为什么没有变化呢 我们还记不记得给我们的Neobar Fixed 然后给它一个高度 这里给它一个45px高度 我们先把高度呢 我们先给它注视掉 保存一下 或者呢这个高度应该是在这里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元素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搜索框呢 放在我们的这个元素里面 我们这里给它一个类名 类名叫什么呢 叫Neobar Content 这是我们一个内容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内容 我们复制下来 放在这里 然后把我们下面呢 Neobar Fixed 然后这些内容呢 我们给它放到我们一个正确的位置 应该是在它的下面 然后把我们的45px放在这里面 同时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当时做的一个pudding 左右15px 是在我们的Neobar Fixed里面 当时它相当于是我们的 随外层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pudding 我们要给它拿下来 我们也放在这里 保存一下 同时呢 我们有一个boxesing 我们也应该是给它拿下来的 像这些内容呢 我们应该都是属于这里面的 我们都给它拿下来 现在基本上 我们的调整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把最之前的Neobar Fixed的内容呢 把一部分放到我们的Neobar Content里面 就是我们的样式 这里我们不要去写错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现在我们的一个内容呢 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我们的一个状态栏 我们给定的是一个20px固定的一个高度 那么它可能不是20px 在不同的设备上 它可能有一些差异 那么差异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很简单 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script下面 我们声明一个create 我们这么一个声明周期 它相当于是我们页面的一个unload 也就是我们的组件加载的时候会去执行create里面的一些代码逻辑 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首先需要uni.get system info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同步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获取手机系统信息 我们给它一个边量负个值 我们叫info 然后呢 我们去输出一下我们的inf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都有哪些内容呢 这里把我们的info打印出来之后 这些内容是我们系统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sdk的一个warsan 我们的一个版本 然后下面呢 我们找到一个study sparheight 这是我们的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是20 20跟我们之前写死的是一样 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应该把这个值呢 我们在这里去声明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值呢 动态的附给我们的一个状态栏的一个站位 我们这里是一个状态栏 然后下面呢 是我们的导航栏内容 把它复制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20吧 我们默认值给它一个20 然后我们在这里怎么写呢 我们用mall style 说明这是我们一个动态样式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20 替换成我们的这个变量 变量呢 加上一个px 因为我们获取到的值呢 是没有px的 所以我们应该在后面加一个px 现在会有一个报错 是因为我们的格式有问题 我们需要呢 用一个大括号 我们给它扩起来 这样就对了 这是我们一个动态的stand 然后我们的值 有了之后 我们需要给它附进来嘛 那我们zsdr statusbarheight等于个什么呢 等于info的 我们的状态栏高度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状态栏高度的一个复值 这样呢 我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获得一个正常的状态栏高度了 首先我们先看 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现在是正常的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h5中 h5也是正常的 我们刷新一下 因为它的一个状态栏 我们看一下 输出它的状态栏高度就是0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么写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内容我们给的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给了一个45的高度 但是我们看一下微信啊 微信它的高度可能不一定是45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胶囊嘛 胶囊我们看起来 它的高度其实是不大对的 所以说我们要动态去给它赋一个我们状态栏实际的高度 就是我们这部分的一个高度 这部分的高度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有一个API 我们可以获取到我们当前这个胶囊的一个位置 那么API是什么呢 我们来写一下 这是获取胶囊的位置 我们使用uni.getMenuButton 我们使用这个API 这个API呢 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胶囊的一个位置信息 我们给它一个变量 Cost MenuButton Winfor 然后我们呢 去打印一下我们的获取的信息 我们在微信小程序中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宽度 我们的宽度是多少呢 宽度是87 Top是26 Right呢 是365 Left 278 我们的高度是32 然后Bottom呢 是58 那我们怎么能够获取到正常的我们当前导航栏的这个高度呢 我们来画一下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状态栏的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呢 我们已经拿到了 那么我们要算出下面这一段距离的一个高度 我们知道了我们交单按钮的位置之后呢 这个位置我们是知道的 那么我们用我们的Bottom这段距离 减去我们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这段的距离 这段的距离 我们只需要让它加上一个这部分 这部分的高度 那其实就是我们导航栏的一个高度了 这段距离怎么怎么能够拿到呢 我们用我们的Top Top就是在这个位置 减去我们的一个状态栏的一个高度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拿到了这部分的距离 对不对 这部分的距离其实跟下面这一块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去写一下我们的一个公式 将能底部 我们减去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然后加上一个 胶囊顶部高度 然后减去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导航栏的高度 可能有点绕啊 我们再来对比看一下 首先我们胶囊底部的高度减去状态栏的高度呢 我们就是这部分的距离 就是我们状态栏下面到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第一个求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胶囊顶部减去状态栏的高度 就是这块的区域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胶囊顶部减去状态栏的高度 就是这块位置 这块的距离 那么这块距离跟我们下边距离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相加就是我们一个导航栏的高度 那我们实际用代码去写的话 就是我们先给它一个 nevbar hat 等于什么呢 我们胶囊底部的高度啊 就是我们的menuButtonIn4.bottom bottom减去一个我们状态栏 那我们状态栏的高度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这块的区域 我们给它扩起来 然后加上一个menuButtonIn4.top 减去一个状态栏的高度 那么我们把状态栏的高度拿下来 然后呢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高度 我们看一下 是44 44跟我们的实际请求高度 是不是就已经很接近了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的元素上面 首先这个位置啊 我们就直接这四点就可以 这四点nevbar hat 然后我们在data里面去生命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就是45嘛 因为我在我们的h5中 它是45的高度 然后我们把这个高度去给我们的 去给到我们的一个内容 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它的高度就是nevbar的高度 最后我们要加上一个px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们一个动态 档栏栏高度的一个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效果 我们刷新一下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报错 我们的报错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在下面console了一个没有的变量 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现在看起来我们的高度是不是就正常多了 但是同时我们的这个内容的宽度呢 跟我们的胶囊也是有一个覆盖 那么我们要去求一下它的一个宽度是多少 宽度我们怎么去算呢 首先我们能够拿到我们胶囊的一个left值 left的278它是哪块的距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从我们胶囊的最左边到我们的可视区的最左边 这是278 那么就很好说了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代码里面去给它一个 vend 是多少呢 我们默认给它一个375 375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屏幕宽度 但是它肯定不对嘛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这里 z4.vend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menu buttoninfo.left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我们left的一个宽度 然后我们再去把它复制给我们的内容区域 就是之前我们已经给了一个高度 现在呢 我们再给它一个宽度 加上一个px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文件器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正好把我们的一个交纳按钮给它逼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的高度啊 也正常了 我们的一个导航栏也正常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状态栏 它是一个黑色的前景色 我们需要把它去改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page style design中 然后直接还是在我们的style 那个节点下面啊 我们去给它一个navigation test的style 我们使用这个属性 然后给它一个白色就行 我们只有两个值 一个黑色一个白色 我们使用一个白色的前景色就可以了 然后再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现在就看起来舒服多了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导航栏 虽然说我们已经去实现了 但是我们一直在微信开发者工具中去调试 没有去看h5 那么回到h5中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的h5是有爆错的 是说我们的这个api呢 不是一个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h5中是不支持这个方法的 所以我们要去写一个条件变译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在这里 这部分的内容啊 h5是不支持的 不仅h5不支持 像我们的h5啊 app啊 还有我们的mp 这三个平台我都是不支持这一个api的 那怎么去做呢 我们就直接去给他写一个-if ndf 也就是说不等于我们这三个平台的时候 我们才去这么做 那么就是h5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app class 或者一个mp 然后会有爆错 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写书吗 这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变译 我们在这里去给他结束一下 -end if and if 这样的话 我们这段代码呢 只会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还有百度QQ 这些支持的小程序里面去运行 而上面这些h5 app跟ali呢 我们就不去加载这段代码了 那我们之前给了一个屏幕的宽度 屏幕的宽度我们需要在这里 去让它等于我们从get-system-info里边 获取的一个window的宽度 这样就比较严谨一些 那么我们默认值是375 然后上来呢 我们去给他复制一个我们屏幕 本来应该有的宽度 最后在其他的平台呢 我们再去把它的宽度 复制到我们的一个胶囊 距离左边的一个距离 然后我们再来看h5 h5刷新一下阴命 那么我们就已经不去报错 而且我们显示也是正常的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呢 我们的显示也是正常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自定义导航栏的一个实现 对我们的一个相对 kon核